近一段时间 民进党当局向美大量军构 恢复一年兵一制 以美谋独动作不断 同时解放军继续在台海开展演讯活动 台防务部门声称 此举严重危害台海和平 对此国台办发言人11号回应表示 解放军的演讯是对台美勾连挑衅升级 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严正警告 凡事有因必有果 近来民进党当局加紧与美国开展军事勾连 那么人民解放军的演练 是对台美勾连挑衅升级 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严正警告 那么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不容外人干涉 任何企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的图谋 都不可能得逞 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要低估了我们 遏制台独分裂 反对外来干涉的决心和能力 马小光说 期盼新的一年 两岸关系能够改善发展 台海局势能够和平稳定 两岸正常交流合作能够尽快恢复 这是中心的期盼 也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 两岸同胞应当团结起来 制止台美勾连挑衅升级 我们不断解决 basin 这就是中心意采取过 是含北部寺 左右 鳍树 感谢观看